DWG 大家好我是SKYPE 大家好我是鏡子 歡迎收看 後蛇大小事 那鏡子你今天出的是什麼作品以及角色名稱呢 我今天出的是尼姬的毒蛇 那鏡子你今天為了出這個角色 大概是花了多久時間準備呢 我大概是花了半個月的時間 在這個過程這一套有沒有覺得很困難準備的部分 嗯我覺得是假髮 因為它好長 就是每次要出廠前都還要先確認它有沒有炸毛 我要先整理好了 對 這個應該不算早型款啦 嗯不算 它就算很普通的一個款式而已 這樣整套下來應該不會到很貴吧 我記得我好像買2000以內 曾經我猜測就是說 這一套最貴會不會是武器 欸對會是武器 武器我大概花了大概也是2000多去買 所以武器的價值超過了這個拳套 嗯對 哦那這就是我們鏡子寶貴的答案 鏡子你一開始是怎麼接觸COSPETTRAINER呢 嗯因為我很喜歡日方舟 嗯然後第一次去嘗試的時候 也看到很多COSER有在輸 然後所以就這樣進入COSPETTRAINER 就會覺得很好奇自己影響輸出看 嗯對 哦一個人去嘗試 沒有那時候是跟我媽媽一起去 哇你媽媽陪你去 對 那你媽媽知道你們在幹嘛 他他他知道 但是他好像就是覺得 我每次都在畫一些很很濃的妝髮的感覺 哦 啊這個生態就是這樣 嗯可是他也沒有說反對 或者是不准重之類的 沒有反對你到這個領域 對沒有 欸伯母的這個導向 我覺得蠻好的 跟我們那個年代不一樣 嗯我記得好像之前很多人都會說 就是家裡人很反對這種事情 就會覺得 哦你穿這樣出去是要幹什麼之類的 對對對對對 然後都會誤會你知道嗎 然後小孩子要解釋 父母就會更緊張 對 好像你又要想幹什麼壞事 對想做壞事一樣 所以我很信心我有一個很開密的一個家庭 欸那這就是我們鏡子的寶貴答案 鏡子你看得進入POSE圈多久了呢 嗯大概六個月左右 哇賽六個月而已哦 就很新手 永無一張白紙的POSE 就在觀眾你們面前的 而且其實我六個月也沒有就是一直都在出腳 因為我中間其實還要玩考試之類的 因為一開始都是這樣的啦 因為玩這個還要有時間 啊又要有錢買POSE啊 對不對 這是普遍大家的困擾 嗯我想大家應該會知道 那所以說嚴格來說 因為你POSE不到一年 真的就是新手POSE 對我真的很新手 欸 今天新手POSE 在透過影片跟大家說 如果想跟鏡子打好朋友的 不要放過這個機會齁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 如果他看到 手機他就會回留言給你的 謝謝各位 鏡子我問你啊 你最喜歡的動畫作品是什麼 我最喜歡的是JoJo的系列裡面的黃金之鋒 哇賽 JoJo欸 就好像不是大家都能喜歡他的畫風 JoJo很紅欸 但是有些人不喜歡他的畫風 你就會不想去看 但是我真的很推薦 我想說他畫風很特殊 所以大家更喜歡 我真的很推薦大家去看JoJo 我真的很喜歡 你最喜歡紅金之鋒是誰 我最喜歡的是阿帕姬 哇 阿帕姬很MAN欸 嗯 我很喜歡 算不算到你的心中的男神等級 嗯 算 哇 你的地位這麼高 對 但他不是我動漫裡面最喜歡的角色 哦 當然當然 我們就純粹以黃金之鋒來講 我最喜歡的是阿帕姬 哦 喜歡聊JoJo的朋友 可以跟鏡子當好友了 嗯 請跟我當朋友 除非哪一天 JoJo學到真火快的時候 他就立馬衝到你們面前 哦 當好友了 那鏡子你最喜歡的漫畫作品是什麼呢 嗯 是一部叫幸福的小房間的一部漫畫 聽起來怎麼那麼像BL漫 嗯 他不是 他是BG 而且他是我幾年前看的 他就是在講一個離家出走的少女 然後遇到一個類似跟蹤狂的一個男生 聽起來好恐怖喔 但是那個男生後來收留他 然後他們兩個就住在一起 哇 在社會新聞這就出事了 哇 對 後來那個媽媽跟爸爸有報警 可是他們也只是做做樣子 因為他們其實會家暴那個女生 然後不給他吃飯之類的 這個作品大概出幾集了啊 還是他完結篇呢 他完結了嗎 好像 我那時候看的時候還沒有完結喔 現在應該也完結了 那會超過十集嗎 還是這是寡片的作品 你超過的 你超過的 那我今天是問他 我想知道這個作品 嗯 對 因為那時候是看尊的影片 他那時候剛好推薦這個漫畫 然後我就去看了 但是他會是你最喜歡的漫畫作品喔 嗯 他是 想必一定很好看 千萬不要像我一樣 把他當作是BL慢 而忽略了這一部好作品 那鏡子你最喜歡的遊戲作品是什麼呢 我最喜歡的遊戲是明日方舟 套 你們可以留言喔 先不要噴 先不要噴 你可以看下去 喔 那喜歡明日方舟的那個 利益點是什麼 我喜歡她 關卡 就是其實很燒腦 然後也喜歡他的角色的一些立繪之類的 跟他們的背景的故事 因為這個作品在現在這個實驗來說 在台灣我相信也算非常熱門的作品 在Core圈我保證任何一個場市 在場市上都會看到一堆人在處 相信這個作品在網路面前大家你們也不會陌生 所以喜歡明日方舟的朋友們 可以繼續玩下去 我是跟鏡子聊明日方舟的這些樂趣點謝謝大家 鏡子你有考慮過當個商業Core圈嗎 我沒有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自己不夠漂亮 商業Core圈都有一些自己很突出的一些特點 像什麼 就是好大 你就不大 不夠 不夠 玩多大 他們是令人羨慕的那一種 這關 真的不關我的事啊 然後不然就是長得很漂亮或者是長得特別帥 哦 因為 畢竟 玩Core圈 我把它講得很直白 這個也是很吃外貌因素的 嗯 我覺得不會偏我什麼 外貌在這個領域不重要 我會說這是一個加分的項目 嗯 那現在鏡子講的 如果長得漂亮 某方面身材突出 那我有在這個領域這都是加分的 應該沒有覺得這是扣分的吧 對不對 所以你是不考慮 嗯 不考慮 如果今天給你一個假設狀況 如果你明天變正了 那你就會考慮 嗯 我就會是不是 你這個是 你對你自己的不信心而已吧 嗯 對我其實 就是覺得自己 就是不夠漂亮 身材也不夠好 不到你認為的那個門檻 對不到我覺得我自己 就是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欸 所以如果 想看他當商業Poser的 只能期望螢幕面前的各位 在下方留言 把他的那個 那個FP 這個能器給他衝上去 說不定 說不定 他就有這個考慮的成分 會把他納入進去 因素我問你啊 你玩Poser Play是偏向一個人玩 還是找夥伴玩呢 嗯 我想要找夥伴 可是我看你出好像都一個人出欸 那因為其實我也有找夥伴 只是那個 檔情都剛好拍在比較後面 所以就會看起來很像 我現在都一個人出這樣 喔 所以後面就跟夥伴一起出的這個機會了 對 喔 那我們很快的 就會看到 可能在團拍裡面出現的鏡子了 那鏡子 你玩Poser Play到現在 有沒有什麼事情 讓你印象深刻的呢 嗯 我記得上次去 星光三月場次的時候 我去找一個度我的Coser合照 然後就有個妹妹突然跑過來 然後問我們兩個 能不能握手跟抱抱 然後抱完他就跑了 握手跟抱抱 對就是很突然的那種 他就對你們兩個握手跟抱抱 對 有合照嗎? 沒有 嗯 可能 他 那個妹妹多大 大概 國小左右 可能 他剛好有看那個作品 嗯 那有可能 說不定 他就特別喜歡那個角色 嗯 就是比較要抱抱 這個經驗應該真的算蠻難能可貴 嗯 因為我很少遇到 就是上來基本上就是要合照 之類的 我也是這樣覺得 但是他是握手跟抱抱 對 所以這個回答 我覺得蠻新鮮的 嗯 其實如果很好奇 你暱稱的由來是什麼 嗯 就是我進COST圈以前 其實我是混繪圈的 就是我在畫圖 喔畫圖 對然後我以前就是小時候的時候 有一個很喜歡的老師 然後我就跑去 直接跑去私訊人家 的時候就跟他講我畫畫 然後他就問我說 你叫什麼名字 我就去翻了一個 遊戲裡面 我我很喜歡的一個角色 他叫水晶 然後我就把 用翻的 對 我直接去滑那個遊戲裡面 那個很喜歡的角色 叫水晶 對他叫水晶 我是烈火之眼的水晶 不是是那個 我的學妹怎麼弄 我的學妹不可能弄 那麼猛餓的水晶 好 就叫水晶了 對然後我就 他就說那就叫晶 他就叫我阿晶 所以其實我在這之前一直以來 都是叫阿晶 我只是因為FB名字上去 而有趣的 我就叫 我就叫鏡子 然後照鏡子這樣子 然後現在戴摳圈的大家 就叫你鏡子了 對 然後大家也可以叫我阿晶 或者其他名字 好 這就是我們非常 豹快的 暱稱的油癌 鏡子 你今天通通這個影片 有沒有特別想說什麼題目呢 嗯 就是 我想跟大家 就是那種 第一次出高跟鞋的角色的人說一下 就是穿高跟鞋去長次的時候 一定要戴拖鞋 如果你的高跟鞋是很難走的那一種 真的真的 因為你走一天 你腳一定會痛 而且會起水泡 會炸裂 對所以通常就是 我後來問我朋友 我才知道 大家都是戴拖鞋去 然後要拍照的時候才換 這個算是給新手hoster們的一個小知識 對 因為我出了就是這六個月以來 我基本上每個角色都是穿高跟鞋 嗯對 我到第三次的時候 我才乖乖戴拖鞋 因為感受到這一個很痛苦的過程 對我都覺得我可以 但是我不行 對不行不行 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真的很累 如果你是半天那還好 但是你走一整天 真的一定要戴拖鞋 然後你要想像 我們廠次外面大泰 一直曬 一直曬 超痛苦的對不對 那這就是我們鏡子今天 想告訴大家的一個小題目 好啦 又到我們今天 通食大小事的最後一題了 又是螢幕面前的各位 最期待的驚喜節目的時間了 然後準備 要問我們的鏡子囉 一樣 這一題是沒有先預告過他 他目前心中一定很好奇 我怎樣到底要問什麼 然後要十秒內回答 非常刺激的節目喔 準備了我要問了 廷次我問你 這麼多作品裡面 你最喜歡的女性角色是哪一位呢 十秒內回答 都可以 都可以 你還有八秒吧 超多 我最喜歡的是明日方舟的成長官 明日方舟的成長官 這個理由是什麼 因為是最喜歡 一定有一些理由 因為他 因為就是他很帥啊 然後他的背後的故事 我也都很喜歡 你這種喜歡 你有考慮過出這個角色 我已經出過了 喔你也出過了 我第一次出跟第二次去場次就是 就是出這兩個 喔就是因為 太喜歡了 對 所以就先出他了 對 好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 摳蛇大腳趾的驚喜題目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詢問鏡子的 全部答案以及回憶 希望大家會喜歡 大家也可以留言給我 讓我知道就是說 會不會有觀眾想要看我訪問誰 當然也要不要一位摳蛇願意來 參加這樣子的節目 畢竟有一些 摳蛇可能對這個 訪問類型的節目 會有一定的排斥 這個我也是了解的 喔 那麼就要跟大家說再見囉 我是SKY 我是鏡子 摳蛇大小事 下期見